9月20号晚上 美国芯片巨头高通传出消息 他们的中国公司开始大规模裁员了 当时也算是震惊业界了 根据高通内部员工爆料 大面积的裁员是没跑了 这次高通的裁员主要涉及的是大中华区 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来看 高通这次裁员的重灾区是上海总公司 无线研发部门 甚至连上海的研发中心都直接全部裁撤掉 另外根据爆料 整个WiFi部门50多个人 包括软件跟验证部门的人全部裁员 只留下了几个设计人员 其余每个部门都是直接裁员20% 补偿标准还是可以的 普通员工是N加4 资深无固定期限员工是N加7 另外还有消息称 高通在台湾的分公司也在裁员 补偿是N加3 之前咱们在节目里也聊过高通的业绩 今年的下半年都非常的不理想 华为方面已经不再从高通采购任何的芯片了 而且明年也没有从高通方面订货的迹象 高通方面业绩压力巨大 已经被逼无奈开始通过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了 今年的二季度高通的营收同比下滑23% 净利润则是直接下滑了52% 对比一季度来看下滑开始加速了 从市场来看高通业绩爆雷与手机等消费电子领域的持续低迷关系很大 毕竟大环境在这摆着呢 全球手机出货量在去年全年是下滑11%的基础之上 今年头两个季度再次下滑13%和11% 中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今年一二季度也在下滑 是11%和5% 终端市场越来越萎靡 高通作为上游的芯片制造商的业绩 必然受到重大的影响 今年的二季度高通手机处理器业务营收低于预期 同比下降25% 展望第三季度高通明确还会继续下跌 从这个角度来看高通继续裁员的可能性极大 其实高通进入到2023年后就已经开始削减成本了 1月份的时候以色列公司裁员 6月份美国总部裁员400多人 湾区裁员100多人 最惨的是高通的台湾分公司 下个月会继续裁员超过200人 而且没有被裁的员工工资待遇都会下降 前后还有超过100多人提出离职 高通的二季度财报里面光是遣散费就花了2.85亿美元 你就说他裁员了多少人吧 不过在这之前高通在大陆的公司没有任何裁员的消息传出 毕竟对于高通来说中国是最最重要的市场 没有之一 根据市场研究数据 高通在中国的员工就超过了5000人 中国的营收占到了高通总营收的64% 所以这里到底是谁需要谁呢 中国的各大手机厂商以及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商都是高通的客户 但是高通在中国这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地 情况正在快速的发生变化 这个最大的变量就是华为 上个月末华为的Mate60发售震撼整个芯片产业 在被制裁期间华为每年向高通采购大概2500万的手机芯片 随着华为的麒麟芯片卷土重来 高通自己都说了 从华为那赚不到一分钱了 这还没完事 华为麒麟芯片回归之后 手机大卖是一定会挤压其他品牌的销量 导致其他品牌手机出货量严重的衰退 所以高通对2024年中国区销售的预测 是直接大幅预减了超过5000万颗芯片 而高通为了维护中国大陆的市场占有率 大概率会开始打价格战 高通芯片的价格很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 其实这都是老一套了 你做不出来它就高价卖 你做出来了它就搞清销 不过这基本是无效的 因为中国的商务部可不是吃素的 一个反清销调查直接就让高通吃不了兜着走 其实老美现在也是前驴即穷了 全世界的芯片贸易最高峰的时候 大概有3500亿到4000亿美元的水平 这里面主要就是卖给中国 当时中国的芯片自给率只有区区不到5% 主要都要依赖进口 芯片是中国第一大单一产品进口 是超过石油的 以前美西方主导全球化的时候 中国遵循所谓的国际分工原则 每年拿这么多的钱去买芯片 然后为世界提供优质高性价比的产品 结果后来美国打破了他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 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跟打压 芯片不卖给中国了 那就逼迫中国必须要在芯片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芯片的自给率是一定要不断提升的 有预算到2023年结束 中国的芯片自给率大概能提升到25% 明年继续提升到35% 中国目前在建的芯片厂有10座 今年三季度开始 中国的芯片已经开始进入到 大规模量产前的准备阶段了 到了明年随着芯片厂的逐步落成 产能会继续提升 到了2025年 这10个工厂可就都投产了 产能会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到时候中国的芯片自给率能达到60%左右 那就意味着全球芯片贸易中的一半 将近2000亿美元贸易 它就不需要了 中国能自给自足了 那么芯片贸易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跟地区 美国 韩国 日本 还有中国的台湾 他们会失去2000亿美元左右的市场 整个市场的格局彻底就被改变了 他们的芯片产能会严重过剩 这将会对他们的芯片产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你还别不信 因为中国已经这么干过一次了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存储芯片 不知道在看节目的男性朋友 是否关注到固态硬盘的价格 2TB已经降到500多块钱了 为什么呢 以前存储芯片主要制造国是韩国 以前经常有韩国的芯片厂失火的新闻 只要一失火 存储芯片价格就大涨 韩国这招都玩了好几回了 结果中国的存储芯片技术突破了 价格直接给它打下来了 从那之后韩国的芯片厂就再也不着火了 韩国三星的存储芯片的业绩暴跌超过65% 利润暴降95% 所以说真别逼中国人 逼急了 直接把桌都给你陷了 给你直接把锅给你剃了 中国这些年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国产替代 西方所谓的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一颗一颗都被咱中国人给摘走了 现在就剩下芯片这一块了 我们当初一直都是太老实芭蕉了 愿意掏钱买芯片的 结果这都被欺负 那不好意思了 既然你逼我 那我就必须要给你来点社会主义的震撼了 2025年就是外国芯片产业的末日了 洗干净等着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了 别忘了给雷哥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